欢迎来到本次网络研讨会议 本次网络研讨会议的主题是在Tradix计算机模块上开发LinuxQ的应用 我们将按照以下五部分的内容来展开我们网络本次研讨会议 首先是关于Tradix公司的简单介绍 Tradix中文名字叫做Towley Tradix是一家主要从事阿姆计算机模块生产研发的公司 总部位于瑞士卢萨恩霍尔区 目前Tradix在全球各个地方设置有办公室 例如在亚洲的日本东京 中国上海 越南的胡志明市 以及印度的班加罗 同样在美国西雅图 以及巴西的圣保罗市 我们也都有开设有办公室 各个地方的办公室除了支持本地客户的开发之外 也同时支持本地的销售工作 Tradix的计算机模块主要是在瑞士卢萨恩研发 所有的模块均是在德国生产 Tradix是一家世界领先的阿姆计算机厂商 Tradix模块目前也是会用到在全球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 例如是由医疗 自动化 汽车 安防等各种的嵌入式设备的领域 Tradix现在保持着全世界最快的 Windows C1能启动 我们在Tradix的Colibri T20模块上 可以实现500毫秒的一个能启动领域 Tradix所有的模块均是提供了一个长寿命的周期管理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十年之中保证你所有产品的一个供货需求 同时我们Tradix模块是一种管脚接龙的设计 这意味着从我们Tradix模块最低端的Colibri ARM9 到我们目前最高代的基于Codex A15的CPU 所有的模块都可以直接无缝的在你的底板上直接运行起来 目前Tradix提供了一个比较广泛的技术支持 这其中包括我们针对Tradix本身的BSP的一些开发问题 以及客户在应用开发过程中涉及到应用程的一些问题 以及甚至是包括一些驱动问题 只要是在我们Tradix销售的模块上面 我们都提供下来的技术支持 这可以包括我们的Linux以及Windows CE 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次网络研讨会议的第二部分内容 OpenInvalid的简介 我们之所以会对OpenInvalid的介绍是因为我们本次网络研讨会议的主要内容是Linux Qt的开发 对于Qt如何进行一个编译 我们目前有几种不同的方案 首先最直接的一种方案是我们可以直接到Qt的官网上 把Qt对应版本的原码直接下下来 然后针对我们的平台 例如我们的X86 ARM甚至其他构架的平台进行一个交叉编译 编译生成的相应的库文件以及我们其他所需的一些组件文件复制到我们的开发板上 然后接下来开发我们的Qt应用程序 当然这是一种最简单最直接但是并不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当你在进行一个Qt的交叉编译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依赖的关系 解决这个依赖关系可能也要花费你大量的时间 所以在除此之外我们也提供了另外一种基于一个第三方编译框架的一种方案 来进行交叉编译我们的Qt程序 以及包括我们Qt所相应的对应的开发库文件 那这里我们会使用到的就是OpenEmbedded OpenEmbedded主要是针对嵌路式系统所进行发布的一种Linux发布系统 它支持了除了ARM之外呢 它可以支持其他的一些硬件架构 比如说X86 Spark架构等等 在OpenEmbedded里面 它最主要用到的工具呢叫做BitBank BitBank呢主要是可以根据我们的软件 它所事先定义好的依赖关系 以及它的编译步骤 在这过程中呢BitBank会基于我们以上提到一些文件 然后呢在编译的过程中自动解决它所会遇到一些依赖关系 那这就会可以大家的降低我们的交叉编译的一个难度 缩短我们交叉编的时间 特别是针对一些大型的第三方的一些软件时候 例如Qued OpenEmbedded可以节省 能加快你把Qued这一个不同版本 一直到你所需的硬件平台上来 那OpenEmbedded里面有两个主要的概念呢 叫做是MetaData MetaData中的Config以及Classes两个概念 Configuration呢最基本不明示意的就是一个配置文件 因为我们的软件在编译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配置文件告诉我们的BitBank工具 哪些工具这些软件它需要有个怎么样的一个编译步骤 Classes呢它是一个多个lessp的一个集合 因为接下来我们会在OpenEmbed的一个软码目录里面会看到 它其实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一些发布厂商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打包 那这里面最直接最会用到的文件叫做lessp lessp呢从它的中文翻译来看就是一个菜谱的意思 那在这里呢就会比较翻译过来呢 就说是BitBank的它的一个BitBank的一个菜谱 那BitBank呢它会根据我们lessp文件来获取我们的原码 它会告诉BitBank从哪个地方获取原码 以及在这个编译过程中它需要运到哪一些的配置 最终呢把这一些编译好的文件放到什么具体的位置 那这一些所有的一些流程步骤呢都是在lessp里面定义完成的 那提到OpenInvalid呢我们也会想到了为什么要用OpenInvalid 而不用其他的一些框架 那其他框架我们最常见的可能是我们的主流的Linux发行版本 比如说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Ubuntu以及Suzi以及我们的红帽 这呢是我们目前在我们的笔记本上XY的电脑上会非常普遍应用的一种发行版本 那这种发行版本呢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 它是比较一个完整的一个打包系统 它会根据我们的硬件平台 把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应用软件 以及我们的一些后续的一些更新工作全部都打包完成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到 无论是我们的Ubuntu还是红帽 甚至是属于Fidelo这些各种发行版本 其实大部分主要是针对我们X86 而并不是针对嵌路式 例如Arm这种平台进行发布的 这就导致我们的Ubuntu 没法直接或者直接用到我们的千路式平台上面来 那第二种呢是安卓 那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了 那安卓呢它是我们在手机上是非常普遍应用的一种操作系统 它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GUI硅的一个设计 但是用到我真正用到千路式平台里面 特别是一些工业领域以及对一些安全性 以及一些有条件比较苛刻的一些领域里面 安卓的操作系统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商业 商业类的一个消费级的一个产品 而不是一个工业级的产品 那说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是有一个Bluet root 以及是有些其他一些一些 其他方的编译框架的一些工具 但这些工具呢可能是对于对于目前来说 编译一个大型的软件来说 它会有一个比较 还有一些局限限制 那用Open Embedded它的一些优势呢 主要是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体现出来 一方面呢它是一个可配置能力 因为可配置性 对添入式这个平台来说 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添入式平台 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外设 以及它会用到不同的一些器件 所以说它又有一个非常灵活的 可制定性的这种功能 来保证我们的整一个环境 即使我们的硬件发生变化 我们的软件架构也可以 比较快速的迁移过来 那第二个优点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Open Embedded目前是得到了很多的 一些IT厂商的支持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我们现在使用的 N字谱 包括之前菲斯卡 TI的 或者其他的一些ARM CPU 那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我们达到了 芯片厂商的支持 就可以是我们的 加快我们的开发进度 因为我们可以使用到最新的 操作系统 以及最新的驱动 那在我们跟我们Trading 相关的一些编译系统呢 主要是有以下三方面 嗯 其实更缺缺的是 应该是两方面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 用分的 Unstrong 这是那是Linux的内核 它是专门针对 欠众式平台所进行发布的 好另外一个我们的 在默认的BSP里面 会采用的一个就是 LXD的一个图形框架 我们所有的默认的BSP里面 都会在基于LXD 来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 包括最基本的元素 支持的一个桌面环境 那用到的一些Layer呢 主要是有以下几个 当然我们前面最核心的时候 还是Open Embedded 它本身自带的一些Layer 因为在这个Open Embedded 它本身呢 自带Layer里面 其实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第三方的一些软件库 它或者我们比较常用的 机器人鲤里面 比较常用的Low Solid Stone 也都可以在Open Embedded里面 可以提出它相应的一些 一些配置Layer文件 OK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针对QT5 我们在本身网络研讨论会议 主要是有两 针对两个不同的一个开发 环境进行介绍 首先第一部分呢 是针对我们的X11的一个环境 来开发 另外一个会直接 我们会用到 Frame Buffer 甚至是 RMXO它本身支持的 EGLFS 操作总文件系统 来进行我们的QT5的 应用程序开发 好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本次 网络研讨讨论会议 可以用到的开发平台 这是我们会用到一个叫 Colibre MX-16的开发平台 在这里看到是这一个 正式研讨呢 它的Colibre MX-16是一个双核 具有512兆的一个ARM核心版 并且因为Colibre MX-16 它本身是可以支持 它的GPU可以支持硬件的一个加速 所以说我们在其实跑我们的GPU QT的应用程序的时候 特别是涉及到QT3D的一些 虽然来绘制应用程序的时候 我们在AMX-16上 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性能表现 因为Toradings 它本身默论提供的BSP里面 是不包含有任何QT的一些库文件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使用OpenInvalid 来重新编译 针对Colibre MX-16 重新编译一个BSP 提供相应的QT支持 也就是说 会把相应的QT的一些库文件 给编译添加进来 这里我们不用直接 QT圆码形式方式来进行编译 而是采用OpenInvalid 这样会整一个 会降低我们的一个开发 以及交差编译的一个难度 以及缩短我们的开发时间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OpenInvalid里面的 这些目录的大致些结构 这就是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OpenInvalid 下载下载之后的一个结构 Staff文件里面 就主要是表明了 那是大部分的一些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 一些leserp 以及我们的一些 metadata的一些数据 全部都是在这个里面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Torladex本身提供的 BSP的一些默认的配置 那Torladex默认的BSP呢 是位于Staff文件下面的 MetaTorladex MetaTorladex Eleserp Image 这个看到的 Armstronglxd呢 是我们默认编译的 通过这一个BV文件 来编译出来的一个 一个BSP 也就是给你 从我们官网上下载下载的BSP 就是通过这个文件来生成的 那我们要在这里呢 把我们的Qt5的一些 箱文件给添加进来 之所以我们这里采用的 Qt5是 刚才前面也提到的是 RMX6 它本身这个硬件平台 可以支持一些 3D图形的加速 所以说在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 它充分利用GPU的一些性能 因为只有是在Qt5的 这一个版本里面 才Qt的一些 本身应用程序的渲染 才可以走CPU渲染的一个途径 因为在Qt4版本 4.8版本里面 所有的一些图形渲染 都是通过CPU来完成的 那在这一个LXDBB文件里面 我们会把Qt5的一些 最基本的两个包给添加进来 一个是Qt5的软件组件知识 以及我们会把相应的一些APP 解析的一些demo程序 也给默论添加进来 那同时呢 我们会把我们的ImageInstall Qt5 这个添加到我们默论的 进下版本里面来 就是添加到我们的ImageInstall 在这个参数下面 意味着我们这个下面 所有列出的一些软件 包一些组件 它都会添加到 我们最后发布的一个 BSP包里面 因为我们这里呢 添加到了PackageGroup Qt5这个 那我们会需要首先 查看一下 这个PackageGroup Qt5里面 到底包含了Qt的哪些组件 那这个程序呢 这个程序呢 就是主要是位于 Meta Armstrong Recipe Armstrong PackageGroup 这一个文件夹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存在 有一套 PackageGroup Qt5.bb 这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 其中 其实它里面包含了 这一些 我们所有看到的 一些Qt的 基本的一些组件 那这些组件呢 我们除了说 它默论的之外 我们还可以根据 我们本身项目的需求 来添加一些 第三方的 或者是Qt的其他组件 那这里我们会 比较简单的一个演示 我们把 Qt Quicked Controls 以及 Qt下面的 串口开发的 全部 有些支持 全部添加进来 那这样呢 就是使得我们的 LXDEBB 因为这一个 配置文件 它已经添加了一些 Qt5的支持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重新编译 我们 这里Colibriam X6 来编译 新的 包含Qt的一个 一个BSP 那在使用 OverInvaded的编译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需要 指定这一个 编译的一个平台 我们通过一个 LocalConfig 这个文件来指定 我们的 开发平台 这里我们会采用 Qt Quicked Controls 那我们来重新 追逐我们看 新添加的文件 把我们 新编译一个BSP 那这里的 所有的 OpenInvaded 操作步骤呢 从我们之前有一个 网络研讨会议的 其实是蛮类似的 所以 如果你想更深一步 或了解更多 关于 OpenInvaded的一些 一些 一些内容 你可以参考我们 之前的一个 网络研讨会议 那这里 我们就 采用 这个工具 编译我们的 GX11 同时提供 Qt5 支持的一个 新的BSP 因为整一个 编译过程呢 会耗费比较 长的时间 所以我这里 暂时先取消 我用我之前 已经编译好的文件 来重新烧些 我们的一个系统 好了 当我们把 刚才之前编译好的 BSP 重新烧到我们 Qt5的目标板上 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 看到 新的系统启动之后 就可以看到 在它的一个 RootFS中 已经包含了 许多关于 Qt5的一些组件 因为尺寸的问题 我们目前默认的 BSP重视 不包含 Qt的一些 库文件 一些组件 我们需要 根据我们之前的 一些方法 重新把它给 Qt5的一些组件 给添加进来 那其实我们 在这里看到 我们已经 有许多 关于 Qt的一些 库文件 以及 已经下映的 一些组件 一些支持 那这里看到 就是 默认的 许多 Qt5的组件 我们已经添加进来了 那就意味着 在我们现在的 ColibriMX 使用目标板上 我们是可以 运行一些 基本的一些 Qt程序 当然 许多一些其他的 Qt一些组件 可能还需要更多的 一些 第三方的一些 Qt组件来支持 那配置好了 目标板上系统 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配置一个 我们电脑上的 开发环境 也就是我们 像那些 Qt Creator的一些 一些参数 来保证我们的程序 在PTC上 编译完成 之后呢 可以 在我们目标板上 运行起来 那我们就是先来打开 我们一个 Code Creator 但是在使用 Code Creator之前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 电脑上安装 Linux Qt5的一些 开发 一个SDK 也就是 我们看到的 这一个文件 那因为我们的 其实BSP是在 不停的一些 更新变化的 更新变化 所以说当你使用 我们对应的 或者是说 使用我们最新的BSP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 重新来编译这个 Linux SDK 那这个编译 也是在刚才我们前面 提到的 OpenInvalid的框架里面 编译的 当然你也可以 直接联系我们 Toratex 在当地的 标记写技术支持 他们也会为您提供 最新的我们的 Linux SDK 安装文件 那当我们在 安装完 这一个 sdk.sh sh的这个文件 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是在 看到幕下 会出现 这以下的 这些文件 那这个 Environment 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文件 它会 为我们的Qt Clorate 提供它一些 环境变量 那我们可以 打开大概 打开这个文件 大家看一下 它主要提供的一些 优化编译的一些 一些选项 以及一些参数 以及我们的 在安装过程中 它整一个 Qt sdk的一个路径 因为在编译 编译的时候 它会需要 重新读取或调用 一些相应的 Qt库文件 那在运行 QtClorate之前呢 我们需要把 Eventive的文件 加载到我们的 一个终端里面来 有了这一个 环境变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打开我们的 QtClorate 这一个 图片画面的 一个工具 那这里主要 修改的一些文件呢 首先 有几个部分 首先 当然我们需要 为我们的 iMax6 添加一个 新的设备 那这个设备里面 我们会通过 SSH登录 然后我们的 应用程序 直接下载到 我们的目标板上去 那当我们这里填好 我们的 目标板的 IP地址 sh端口号 以及用户名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测试 看看我们的 开发 开发环境上的 PC电脑是否 直接可以跟我们的 目标板进行 直接一个 直接互联 那配置完了 Device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我们 刚才 Linux SDK安装 Qt5的一个 SDK安装 里面的一些 编译器 添加到我们的 Clip Creator里面 来 那我们会需要 在Build Run里面 来添加 那我们会首先 添加一个 我们新的一个版本 因为这个 我实际已经把它添加好了 那我们会 刚才 正确我们的 安装目录里面来 也就是我们的 Toradix SDK ColibularMX6 这目录下 把我们的Qmake 文件给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呢 它会自动识别出 它是哪一个 版本的Qt 以及针对的 什么平台 那这里我们 会看到它是 其实是5.1 针对千路式 Linux的一个 Linux Qt SDK 添加完Qt 版本之后呢 我们需要 把我们对应的编译器 也全部都添加进来 因为从我们的 BSP BID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都采用了 GCC5.2的编译器 以及对应的 把我们的一个 debug工具 也包含进来 整个配置完了之后呢 整个配置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设备 device 以及我们的编译器 相关东西配置完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添加一个kit 这个kit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包含了我们刚才 是我新建的一个设备 以及我们的 System Roots 这个呢 就是同样也是位于 刚才我们的 Linux的 SDK里面 那到所有这个添加完了之后 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新建一个kit一些工程 那我们这里 会打开我们之前 之前加载的 关于一个终端条 终端程序的一个 一个kit应用 因为我们刚才在BSP 编译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把 qt4162 Development 这一个第三方主题 给添加进来 因为在如果你使用 qt4.8的时候 如果要使用串口 那不得不使用第三方 的一个文件或支持 那这里我们会 基本上是采用 qt它本身的一个demo程序 那这里需要有一个 注意的地方 是我们要把 因为我们其实使用的是 一个交叉编译的 交叉编译的一个 一个形式 所以呢我们会 需要再添加几行 一个配置文件 把我们从电脑上 编译的 qt应用程序 直接导入到我们的 Holybroly MX6平台上面 那这主要就是添加 这两个参数 TargetPath 已经installed 这一步呢 就是代表我们 目前会把我们的 qt应用程序 下载到目标板上 哪一个位置 那这些配置完之后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的 project标签里面 有run 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两个 远程的一个目录 以及我们本地的 一个qt 一个app的 它有一个编译目录 那当我们把这些全部 配置好之后 就可以直接点击 我们的编译工具 然后呢 是 直接点击运行 就可以在目标板上 直接跑起来 那当点击运行的时候呢 它会根据我们前面 配置的device的信息 把我们的qt 本身的应用程序 以及它依赖的一些其他文件 也通过ssh直接复制到 我们的目标板上 那我们就直接点击运行 我们应该就可以看到 通过摄像头 我们可以看到 在 在我们的caliblet里 所连接屏幕上面 其实已经出现了 我们这一个 应用终端的一个程序 那这里我们可以进行 一个简单操作 但是这块全部是 通过触摸屏的方式来完成的 因为X11它最大好处呢 就是说 它的整一个交互的输入输出呢 都是击 激利于XO XOR G11这一层 这一层设备 所以说我们的显示 以及触摸屏速度呢 它是通过一个标准的一个 一个API 还跟我们qt5进行一个交互 这一点就有别于我们 接下来会提到的 如果我们采用 直接基于FrameBuffer 或者是EGLVIFS 这两种文件系统 两种方式的Qt显示程序 会有所不同 那通过我们的 远程SS 去连接呢 就可以实现基本的 在我们电脑上编译一个 Qt的应用程序 然后通过远程方式 直接加载过去 甚至可以进行一个单部的调试 那这一部分呢 就是关于我们如何通过 Open Embedded 来生成一个提供 Qt5支持的一个BSP 确确的说 应该是基于X11的一个Qt 并且支持Qt5的一个BSP 以及我们如何配置我们的Qt Creator 就形成了一个 比较完善的一个编译的Kit 然后呢 就对我们的Qt5MX6平台 开发一个最基本的应用程序 那我们可以直接点击 我们的中指键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应用程序 已经是从我们的屏幕上 Qt5MX6上已经退出了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 如何在Qt5MX6上 使用EGLVIFS 或者是FrameBuffer的方式 运行我们的Qt应用程序 除了我们之前前面提到的X11之外呢 这两种方式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 因为X11呢 所有的一些输入输入 都是基于XORG这一层来完成的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有一种 不需要像更精进一点的系统 那我们会直接采用 据FrameBuffer或者EGLVIFS 两种方式来做 那这时候呢 就说所有的一个图形设案来 包括我的窗户管理 都是有通过本地的一些 FrameBuffer的方式来进行完成的 那EGLVIFS呢 这一种方式 它是针对MX6上 它更专门针对的一种 直接去FrameBuffer的一种方式 它可以理解成是 FrameBuffer的更底层的一层技术 因为EGLVIFS呢 是可以支持一个 MX6上 GPU 3D加速的 但是FrameBuffer 所有的一些窗户管理 虽然都是在CPU完成 所以说 在CallableMX6上 如果是直接采用FrameBuffer 或者是用个底层方式 来运行我们Q3程序的时候 EGLVIFS可能是一种更加好的一种方式 但是EGLVIFS上面呢 有相对于X11来说 它是一个单窗口的一种管理方式 因为在XL上 我们可以从事管理多个窗口 也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个界面上 可以切换不同的应用程序 在每一个独立的窗口 但是 如果是具FrameBuffer 或者EGLVIFS的时候 大部分都只能管理一个 或者少数的几个窗口 那么同样 我们也需要对 在OpenInvalid里面 配置相应的一些BVLA 一些文件 才能获得我们对应的EGLVS 或者甚至是 FlameBuffer的一些支持 那首先我们来看 一个几个配置文件 我们所需要修改的 那首先第一个需要修改 是我们的一个 LocalConfig的文件 最后的文件是在 OpenInvalid里面呢 是一个最基础的 一个配置文件 那它是位于 BLUE的目录下面的Config 你从LocalConfig里面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 把原来的 X11 这相关系组件 全部都给 全部都给移除掉 那我们这里呢 就会 添加以下 这两个参数 那就因为 这会 我们会把X11的 像那些东西 全部都给 移除掉 我们会只会保留 我们 EGLVS的相应的支持 因为OpenInvalid里面 只要你把X11移掉 它默认会把 EGLVS给添加进来 那第二个 我们需要修改的是 Qt它本身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这种配置文件呢 是位于我们 staff的一个目录下面 那也是在我们的 staff medQt5 里面 它是叫做一个 Qt5 base git这个文件 那这里呢 我们需要添加几个 变量的参数 所以呢 我们会把一个 framebuffer的方式 framebuffer也给添加进来 因为 这两种方法 其实是很类似 所以说我们可以 在编译同一个 BSP包里面 把这个给添加进来 那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我们EGLVS 以及我们的 触摸屏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驱动 因为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在使用framebuffer 或者EGLVS的时候 所有的输入呢 它是直接通过 我们的一些 触摸屏 不论是电子触摸 还是电容触摸 甚至是 USB接口 HID设备 是直接读取这些设备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 脱离了X11的一个 输入设备的管理 那我们就需要 有一个替代方案 来帮我们的X 来完成 三应X11的一些工作 那这里我们就会 采用呢 Test Screen Library 的一个 驱动程序 来完成这一些 输入输入设备的管理 特别是一些电阻输入屏 的一些接口管理 那这里我们会添加 tslab 并且把我们的 tslab 以及是我们的 nuxfb 以及刚才我们的 nuxframebuffer 给添加进来 那上面呢就是 就是经过这两个 最简单的配置之后呢 我们会提 在我们的一个 BSP包里面提供了 基于framebuffer 或者 EGFS的一个支持 那同样的 我们跟前面一样 我们也要保存以上 修改的配置文件之后呢 我们需要重新编译我们的 BSP包 整个编译过程 也是会稍微 来说会比较 花了比较多时间 那我们这边也 时间已经都完成 再有一个 通过以上的一些修改 重新编出来了一个 新的 包含 EGFS 以及framebuffer 支持的一个 qt5的BSP包 那我们可以进入相应的 目录下来查看一下 那这边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有一个 EVL QA framebuffer 以及我们的EGFS 这两个的支持 那就说明在 目前这个平台上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是调用EGFS 或者是framebuffer的方式 来运行我们的qt程序 那我们 在这里 我们会演示一个 使用3D加速的 一个qt程序 也就是我们 也是为qt 本身自带的一个demo 但是呢 它是会在 用EGFS 形式 直接在我们GPU上 进行它的一个 图片那些算了 其实这是一个小游戏 那同样的我们这里 也需要设置一些 相关的一些参数 当然我们会跟前面的一样 我们会需要 因为我们这里 会采用的 远程调试 包括把我们在本地 编译 把编译好的程序 以及相关所需的文件 都复制过去 那我们会还是通过SSH 那就需要把我们的 Target的一些参数 变量给添加进来 那另外一个需要添加呢 就是说它的一个 Qt应用程序 它运行的一些属性文件 因为我们这里 会采用了 EGFS 所以说我们的 有一些参数文件 它是没法通过X11 来直接获取 那这一部分 这三个 几个参数 就是我们需要 针对我们现在 这一个特殊的 一个显示环境 来添加进来的 首先当然是指定 它的一个平台 那它是基于EGFS 它是基于EGFS的一个平台 并且我们会用 一般的一个 触摸屏的管理方案 TouchScreen Library 来添加 嗯 并且这一个 EGFS Kabular Data 是给它使 给它开起来 就是我们会把这个 参数置为1 那添加完以上的参数 我们就可以运行 我们的 Qt应用程序 同样我们会要 需要确认一下 我们在这 新的设备里面 我们已经把它的 IP地址给改过来 好 那我们直接运行 我们的应用程序 然后 我们可以在 我们的 摄像头屏幕上面 应该也可以看到 我们对应的 一个显示结果 那这个就是 直接基于EGFS 一个应用程序 但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做一个 屏幕的校准 因为我们是 直接是基于 基于我们 flamebuffer的形式来运行的 所以说 我们脱离了 X11的一个 一个管理 那我们在这时候 就需要把我们的屏幕 重新做给校准一下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在 我们的 修改我们的 BVLay BVLay 那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会把TS Level文件给 添加进来一样 那我们 运行我们的一个 交流运行程序 我们可以在我们屏幕上 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 类似的一个 十字准形出来 那我们需要 触摸它对应的几个点 那在所有这些呢 它都都是基于 framebuffer的一个形式来完成的 所以我们这里看不到一个 运行XL的一个图形环境面 在校准完之后 我们可以用 它本身的测试程序来测试 我们的校准是不是成功 那我们这里可以去拖动 我们的一个 在屏幕上 我们可以拖动我们的 也是容易看看 我们的所有的点 它其实都是跟随着 我们的一个触点 进行来移动的 那在我们再重新再运行 我们刚才的 基于egfs的一个应用程序 那我们看到 我们这里基本上就是 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egfs 把我们的一个科学程序 给加加过来 那这里我们看到 其实说整个一个程序 在运行的时候 都是一个全屏运行的 因为它这里 已经是没有了一个 图形化界面 包括我们的X11 或者我们LXDE的一个 桌面管理环境的一个程序 那接下来我们这里 就需要看到的是一个 一个另外的一个 相对于我们之前用 GX12的方式来运行 Qt应用程序之外 我们还可以直接通过 我们egfs或者framebuffer的方式 来运行我们的一个 Qt应用程序 那这两种方式 其实都是各有一个 都各有不同的一个需求 当然像我们这一种呢 会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做 最简单的方式来运行我们的一个Qt程序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大概再从 那同样我们会还是会使用我们之前 关于中端中端操作的那一个程序来进行相应的演示 现在我们重新打开我们之前使用的一个串口的一个Qt应用程序 那我们还是会选择同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现在运行的过程中 我们会使用基于framebuffer的方式来运行 而不是采用之前GX11的方式 把我们的Qt应用程序加载起来 那在使用framebuffer的方式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像刚才EGFS一样 配置相应的一个环境变量 它运行的一个环境变量参数 那这里的话主要是这两个 涉及到这两个是一个framebuffer的一个TESLAB 因为我们跟EGFS一样 它的一个输入设备也是会通过TouchScreenLibrary的方式来进行管理 并且在这里我们指定它运行的平台是Linux Framebuffer 而不是我们之前采用的EGFS的一个方式 或者X12的方式来运行 那当然我们可以在修改完以上配置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运行我们的应用程序 那通过我们的摄像头 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应用程序已经是 已经在我们的framebuffer方式上直接加载过来 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它整一个窗口 是在我们的屏幕的左上方直接填充的 因为它会根据我们窗口的默论大小 直接把刚才的一个应用程序直接填充过来 那我们还是也可以通过最简单的触摸的方式来运行 那这屏幕有点反光可能看不清楚 把它拉近一些 那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所有的一些触摸屏设备的话 都是通过framebuffer直接加过来 并且它的一个输入设备 都是通过我们TS Lab来直接进行运行进行加载 那以上就是关于在ColibreMX上使用framebuffer的方式 来运行Qt的应用程序 那本次网络会议呢就主要介绍了在ColibreMX上使用 几种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运行我们的Qt应用程序 以及如何采用OpenEmbedded这一个第三方编写框架 针对我们的ColibreMX6这个平台 进行的针对性的把Qt5 以及它本身所需要的一些功能给加进来 以及配置我们的QtCreator这一个IDE 来开发相应的一个Qt应用程序 那本次这一个Qt应用程序的三种不同的运行方式呢 首先分别是GXORG以及EGFS Flamebuffer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运行Qt应用程序 每一种方式呢它都有各自的一些利弊一些特点 像XORG呢它是可以支持多窗口的一个管理 并且呢可以在用户的用户的应用程序里面来说 它可以不需要针对直接来来管理或者操作我们的一个输入 特别是电阻屏或者电容屏的一个输入设备以及的校准一些工作 那这一个它有一个缺点呢就是说是 因为它整一个所谓的显示的这一层都是GXORG的 所以说它的一个一个显示性能 或者会相对于其他的方式来讲 会有一个会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开销或者一个损耗 所以说当你对一个性能特别可可要求的时候 或者是你或者说你的项目或者你应用 要追求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用户界面 或者一个非常顺畅的这种显示体验的时候 可能XORG这种方式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方案 那另外的其中呢就是关于 另外就是说是直接是通过HFS或者FlameBuff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就是说它脱离了XORG的这种中间层的一些输入输出管理 直接是操纵它的一个显示缓存 包括甚至是直接利用它GPU做一个3D的一个加速 那这种方式呢它是对特别是EGFS 它对整一个应用QT应用程序 特别是当你的界面里面会是大量的一些3D的一些动画 或训练的时候 EGFS它的整一个运行性能 会相对于FlameBuff或者甚至是XORG 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提升 那么它本身的确认就是说 无论是EGFS还是FlameBuff的方式 特别是FlameBuff的方式 它只是个只能进行一个单窗口的管理 它是EGFS 应该是在后期的一些发展的时候 FaceCar应该也有过 它里面交了一个它本身的窗口管理系统 它呢它会其实相对于它会介于XORG或者FlameBuff的调整之间 但是它同时兼具了XORG的一个多多用途窗口的管理 以及高直接具FlameBuff显存的一个3D渲染的一个性能的提升 所以说以上是这几个不同的一个三个平台上面 不同的一个显示的一些各自的一些利弊一些特点 那FlameBuff呢它主要是基于 用来以前QT的 早期QT的这种显示方案 所以说它整一个 整一个显示它都会基于它的CPU来渲染完成 它 但如果是在 如果在不采用XORG的情况下 EGFS会相对于FlameBuff它有更好的一个性能上的一个优点 那以上的这一部分就是关于今天我们的网络研讨会议 它的一个所有的一些主要内容 那这一页PPT呢是关于我们的在上海本地 Office的一些联系方式 以及我们的一个 几个几个网站的资源 那我们的TwagDXD 当然是我们的公司主页 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有我们一个专门针对开发者的一个网站 这上面汇集了我们大量的一些开发文章 以及我们研发工程师 他们针对一些特定的一些应用领域或者一些应用方式 和写的大量的一些技术文章 那第三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在线社区的 那这个社区上面呢你可以直接的一些参与我们的一些所有的一些讨论 甚至可以直接与我们的工程师取得联系 因为他们这就针对您遇到一些问题或者你感兴趣的一些一些一些方面 可以直接从我们或者我们的技术研发工程师的能源进行直接的沟通 那以下是我的一个电子头箱 关于本次网络会议中提到一些内容 或者您如果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有些其他的想进一步了解 当然或者是也刚才我们网络会议期间提到的有些软件 如果您那边方便编译或者想用我们现成的一些软件 那你也可以直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今天的网络研发会议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参与